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樊龙等美好御营 正在南京博物院举办的郁论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券特展 是近年来江苏举办的文物价值最高 人气最旺的展览之一 来自全国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的600余建筑玉器珍品 打造了一场极致的玉器盛宴 在这场展览上 龙的身影同样无处不在 在玉龙中华展厅 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背着观众的喜爱 那我身旁就是这件非常有名的故宫博物院的C型龙 它由一整块黄绿色的闪失于雕琢而成 整体是蛇 弯着C型 囚禁有力 它头部稳长 前凸 鼻上翘 老后常列飘逸 神气生动 这件C型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 体型最大制作最精美的龙型玉器之一 这件玉器高为26厘米 体型卷曲成C字型 玉龙无脚 无足 无爪 无灵 无颈 顶端上茧与龙身相反 使得玉龙形身更加生动自然 属于红山文化 距禁约5000余年 可能是最早的龙形 这件红山文化的玉龙是来自故宫博物院 是著名车厂家傅宗墨先生的旧厂 这件C型玉龙 简约神秘 是目前发现玉器中龙的最早形态之一 它不但是史前红山文化的崇拜物 也是中华龙文化的源头之一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所崇拜的神异动物 作为一种图腾文化的象征 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神秘色彩 可是有关这种动物形象的诞生起源 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红山文化出土的这件C字型玉龙 带有隆重的幻想色彩 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从这件玉龙的形状来看 有部分能推测主要来源于野猪 马 熊等动物的形象 红山文化玉龙可以说是多种动物的特征组合 它是神化了某些动物的形象 再次进行二次加工所形成的龙形玉器 C字型玉龙主要是作为一种祭祀的礼器 氏族的首领在祭祀活动中 进行仪式活动所用的神器 在巫师通天通地的时候所用 玉龙的发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是原始文化 原始崇拜的一种表现 而这件玉龙也因此成为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和象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